請邱部長 來我們請邱部長 委員好 部長好 部長 波蘭實習醫生在台灣到底現在有多少人 已經拿到證照大概120 拿到證照在實習的有多少人 現在實習大概50到50幾個 今年分發實習的大概有50多 今年分發的50幾個人 你知道嗎 現在這一種實習醫生 在我們很多中大型醫院醫師缺乏的時候 這些學徒馬上變成師傅 很多這個醫院就把它推到第一線 把我們台灣人當成一種實習的對象 這個太危險了吧 部長 這種事實習在發生 我想這個一定要在主治醫師的監督下 主治 現在就是醫師不足嘛 才會把它推到第一線 由他這個主導 現在大概所有的醫院都有遵循這個路 當然這個 所有的醫院都有遵循這個你能保證嗎 對 你能保證嗎 我們在評鑑什麼都可以看 坦白講現在我們很擔心 現在外傳這些實習醫生 就是各大醫院的連假勞工 連假醫生 越多越好 現在變成我們國內很難考上 現在很多人都跑到波蘭去 他們的學生跟我們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你現在說回來以後要考執照很好考 所以大家都想跑到那裡 我們台灣進不了醫學院就跑到波蘭 波蘭讀完以後回來考上醫生就可以了 考執照很容易 現在這個問題是讓大家心裡最擔心的 坦白講這個是制度問題 那麼也是一個素質的問題 那我們也有家屬 可能或者你我可能都會用到 那這怎麼辦呢 對我們這個醫學醫療品質有保障嗎 我想這個我們現在大概都在全面在清查 那一般呢 他是實習醫師是不能獨立作業的 我希望我們這個要落實監督機制 而且要研考 這一部分呢 如果說能夠開個方便之門 那對於我們這些努力 現在在職業的醫生也不公平 那麼我們的醫療品質也不安全 這種狀況我想不會只有這個少數幾個人受害 未來恐怕影響程度越大 那我想長照的議題 我們已經這個檢討很多 而且我們也都了解 每一個人都會老 碰到的問題 大概都有 請你請回 碰到的問題都一樣 那我想照顧不足啊 很多人倫的悲劑 都已經有發生過 那麼就像2009年2月高雄 這個一名媳婦 照顧長久 臥病的婆婆壓力很大 力不從心 用枕頭將她悶死 那麼也有老翁拿了鐵釘 從老婆的頭頂打下 也有孝子 沒有辦法照顧母親 結果用電線把它熱死 那麼這些人倫的悲劑 我們看在眼裡非常的難過 事實上我們現在十年長照到現在 整個制度看起來是一種短期 而且是臨時措施性的這種制度啊 不足以來照顧我們所有需要長期照顧的人 所以本期才會提一個長期照顧保險法 那麼我們現在在這個長照的服務法 在修整的時候 我覺得如果用服務啊 像這種審議的態度 還要再加上實習 還要再加上外面的評估 像這種模式的話 我們長照永遠沒辦法做 所以本期還是認為 現在我們國內的這個保險資金非常的充沛 是否我們長期照顧保險法 跟我們的長照啊 這個服務法 是不是一併來納入 由啊 這個產業把它做成一個產業化 讓我們這一些啊 這個國內的這一些啊 保險業者呢 也能夠把它投入到這個系統來 引導這些資金來 對於我們全民所有需要照顧的人 都能夠被照顧到 我看到你的資料真正顯示的 啊 這個失智的人 失智的人被照顧的 你在國內你只有四千人 但是我們有幾十萬人 失智失能的 各項的啊 這個老人這麼多的需要照顧 那這種狀況之下 是不是我們應該 倒因為果的方式來做 例如說 呃請 我們 啊這個 衛福部 將長照這一塊把它產業化 引導我們的 這個 受險資金 來投入 到我們的長照 我們講了很多年 但是一直都沒有去做 所以我想 是不是請衛福部在這方面 多加思考 從這裡出發 讓我們全國每一位 也許將來你我都會啦 都是其中之一啦 能夠啊 需要被照顧的 永遠都能夠被照顧到 保長 你有什麼看法 大概這樣子 有關 保險業要不要投入的問題 因為 有些民間團體 還是有它的 以顧慮啦 就是怕它 商業化太厲害 那麼 影響到一些權益 啊那麼 當然這個我們已經努力在做規範 就是說哪些範圍 產業界可以做 那麼盡量的來跟民間團體協商 讓大家都可以放心的成就下 我們才能做 這個不一定要 要由這個產業化 並不一定是說 全部通通交由 這個民間商業化來做 其實 我們衛福部還在這個監督的立場啊 我們的健保就是如此啊 你健保有沒有人說在獨立哪一個商人 健保也是一個其中方式耶 它也是一種全品保險的一種方式啊 對不對 所以我想這個是一種概念 如果這個概念能夠落實的話 才能夠像健保一樣 照顧我們所有全民 以後需要被照顧的人 所以 尤其呢 我們現在的這些 很多的 啊 護理機構 啊這個平建啊 也沒有辦法落實 那我們的土地也 很難找 地點 設備 各項的人才 什麼都不足的狀況 如何來落實呢 所以我建議說 我們衛福部 從導應為果的方式 嗯 從一個產業的架構 請 啊這些 保險公司呢 啊請我們這個 啊 業界呢 一起來探討 那麼如何把我們的長照把它做好 喔 這一個方式喔 我覺得我們衛福部可以參考一下 第二個呢 就是我們的 啊這個 現有的 制度呢 我提一個概念喔 我們 現在少子化 很多學校的教室空間都多出來了 這一些 是不是提供我們 某一部分的教室 或者 地點 可以來供我們長照 或者 這個 啊托鷹 的地點使用 這一些啊 不只是我們 喔 在各地區 都有學校 而且呢 就在我家旁邊 這種概念呢 可以 充分的利用我們所有的設備 跟資源 這樣整合起來的話 對於我們 啊這個 脫鷹 對於我們 啊這個長照 也是一個莫大的幫助啊 你也不用那麼傷老心啊 也不會控制那麼 欸閒資那麼多的資產 浪費很多的資源啊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會 我想委員的 委員的建議非常好 對於教室方面 學校方面 現在目前已經有社區照護跟二十一個學校合作 但是還不夠 我們會繼續來努力 那另外那個保險界的規範這些我們都會再努力來做 我想我們大家共同來研究 這是我們屬於每一個人啊 以後都會碰到的事情 是 那我們每一個家庭也許都有需要 如果能夠照顧到讓每一個家庭都沒有這個負擔的話 那我想 這一些家庭的成員也可以走出來 啊投入到我們所有的產業 也可以創造我們家庭的和諧 要不然 變成一個家庭永遠的負擔 真的很痛苦